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回去会被狮群纠缠 这会给弹药匮乏的众人增加极高风险 另一边 达利尔追狗进到另一条隧道 这里有很明显的人类生活痕迹 隧道墙上还有很多具有故事意味的壁画 前面画着一家三口全都头戴皇冠 样子雍容华贵 接着的话 讲了他们已经无家可归 开始到处寻找食物 再下来的话有点恐怖 头戴皇冠的男子被一群愤怒的人撕咬 而不是被一群丧尸 达利尔又注意到墙脚下蜷缩着一具西装革履的尸体 左手有手铐铐住了满满一箱钞票 却因额头中枪而死 达利尔面容波澜不惊 在末世挣扎许久 权势和财富早就不值一闻 他接着查看周边 发现有个装了些食物的塑料袋 里面有着孩子对父亲的留言 上面写着 父亲临走前告诫 一周未归就让家人离开 可母亲不顾告诫 坚持去找父亲 结果三周过去两人都要无音讯 达利尔又翻了翻塑料袋 找到一对黑人兄妹微笑合影的照片 其中女孩抱着兔子玩偶 正是之前马基在地铁隧道里那一堆古尸袋旁发现的 由此推断 这对可怜的兄妹可能早已遇难 达利尔默默地将塑料袋收入怀中 这时狗子突然对着墙脚大叫 一具骨架都快烂光的丧尸徒劳地伸手乱抓 达利尔直接给他脑门一箭 画面再转回联盟这边 原本成功逃亡的尤美子 因为看到自己兄弟找他的寻人启示 于是坚持留下来 其他人苦劝无果 没想到联盟士兵对他们试图越狱的行为并不介意 八下被偷的守卫服后 继续把他们关在牢笼中等待审查 尤美子根据兄弟在留言栏中发寻人启示 以及他对两个审查员的行为分析 很快得出了自己的推论 这时 尤金一脸惊慌地跑来告诉他们 国王被人带走了 他到处找了也到处问了 守卫们都不承认带走了国王 尤美子对尤金的六神无主感到头大 决定干脆和联盟的人直话直说 他大步走到守卫前 要求见他们的老大 守卫确认了尤美子的要求 就把他再带回审问室 女审查员不明白尤美子为何要来 毕竟他已经通过评估 可尤美子对此觉得可笑 就凭那几个解释性宽泛的问题能评估什么 作为名校毕业的精英律师 他早就反评估出对方的身份和用意 负责发问的女审查员很可能是法医兼犯罪心理学家 记录回答的男审查员 则是学术派研究员 两人提问的目的是评估被审查人对社区的威胁程度 审查员们被尤美子的缜密推论惊呆 这在他们审查过程中第一次遇到 紧接着 尤美子自信表示 自己在联盟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他留下的目的就是寻找可能留在社区的兄弟 此刻守卫头目推门而入 还为尤美子端来一杯咖啡 尤美子暗舒一口气 知道自己赌队了 而在走廊外面等尤美子的公主和尤金则忐忑不安 公主甚至紧张的尿急 她不停跺脚 实在忍不住就跑去找守卫借厕所用 只留下尤金一人焦急等待 回过头来看马基这边 众队员继续在车厢中穿行 突然听到有规律的敲击声 仔细倾听发现是从地板下传来的SOS摩斯密码 队员们立刻撬开地板 结果看到顺利摆脱失群的马基 真不愧是经历过深山血海的任务 飘悍的马基从车厢底部一路爬过来 他一跃登上车厢 然后冲到一脸从容的尼根面前将他揍趴 同时说出他见死不就扔他等死的事 尼根很快起身 毫不避讳自己的行为和为人风格 不过他正中说明 没有帮忙和害死对方是两码事 马基的大块头队友忍不住把尼根按在车厢边摩擦 尼根不愁饶也无悔意 他淡然阐述不久前马基对他举枪的事 为何角色转换自己却成了混蛋 无论为人如何他都是个有价值的人 因为他干掉了阿尔法 避免了其他人全灭的结局 众人被他的言语打动 连马基也在犹豫是否应该处决尼根 这时另一节车厢传来急促的呼救声 原来是先前逃走两人中的盖奇 他转来转去 结果还是被丧尸堵在车厢里 幸好这会儿遇到马基 队友们对他很是生气 但见死不救又说不过去 连尼根都大步上前给他开门 可这时众人发现 盖奇身后跟了一堆丧尸 才知他忘关车门导致前路挤满丧尸 原本带走补给和弹药就已经很混账 现在还引来麻烦的丧尸 作为领导的马基决定不开车门 表面说法是没有足够的弹药 对付盖奇引来的尸群 其实是他决定舍弃自私透顶且毫无底线的盖奇 不明所以的亚当对此十分气愤 无视马基的决定直接去开门 马基是以大块头上前阻止 盖奇见状立刻为自己当逃兵的行为 忏悔道歉 可无论他怎么做 众人还是沉默不语 就连神父也背对着放弃了他 盖奇终于绝望 他带着无穷恨意挥刀自尽 很快尸群上前撕扯他的身体 马基一直看着这幕惨剧 作为决定所有队员的首领 他必须做这个残忍的决定 很快死去的盖奇变成丧尸重新站起 他的眼神灰白毫无光彩 可众人反倒不敢直视 因为前路被丧尸堵死 又发生了盖奇惨死的一幕 马基决定让缺少补给和弹药的小队 在车厢里短暂休整 他知道队员们士气低落 毕竟当众抛弃盖奇很容易吐死湖北 哪怕他犯过大错 于是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骇人画面 那是他独自一人带着儿子流浪时的恐怖经历 听后众人虽仍有些介怀 但也恢复了对马基的信任 另一边 达里尔带着狗准备返回队伍 突然看到一个黑影从暗处走出 原来是之前和盖奇一起逃走的白胡子 白胡子一身血迹 还被几个丧尸追赶 达里尔干净利落地收拾掉那几个丧尸后 发现白胡子的伤势看起来很严重 就是不知道是否被丧尸咬到 白胡子满脸自责 连达里尔为他包扎都拒绝了 因为弹药袋被他弄丢 他便把仅有的手枪和一颗手雷交给达里尔 自己则想在原地等死 马基这边修整完毕继续前进 可前路被堵只能走另一边的门 众人做好了战斗准备 并由大块头去砸门 可巨大的响声让堵门一边的丧尸愈加狂躁 簇拥之下居然将门推倒 冲到最前的就是丧尸盖奇 神父直接对他开枪 也算给了他最后的解脱 听到枪声在隧道中回响 达里尔知道队伍遭遇了尸群 他辨别方向立刻赶了过去 此时马基一队陷入苦战 虽然每一颗子弹都干掉一个丧尸 可丧尸实在太多 子弹很快就打光 接着他们只能换上弓箭手 但弓箭也很快射完 众人咬着牙准备进展 只希望大块头能赶快撞开另一头的车门 没想到车门刚撞出一条缝 就发现这边也有丧尸出现 为了避免大块头独立难支 马基把装满子弹的手枪递给尼根 让他去支援 尼根一句话也没说 接过枪就去对付丧尸 但诗群源源不断的前后夹攻 没有退路的众人已经开始绝望 这时达里尔终于赶到 他悄悄的处理掉外围的丧尸 然后走进车厢 在计算了丧尸数量之后 他用一把手枪直接向车厢里的尸群清场 等所有人安全撤离到他身后时 他把唯一的手雷塞紧追来的丧尸口中 成功击退尸群化解了危机 回到联盟这边 尤金又被带去审问室 还换了守卫队长亲自审问 尤金被对方气势所射 被吓得就差当场尿裤子了 记得在第十季里面 尤金好像还挺威猛的 不知道现在为啥怂成这副得心了 不过即便对方威逼利诱 他依然隐瞒住了自己社区的真相 没有出卖自己的朋友 等审问结束 汉如雨下的尤金又被带去火车 没想到意外看到尤美子和国王公主他们 尤金高兴得不得了冲上去和公主拥抱 这才得知国王消失是因为被带走治疗 随后因为尤美子的大胆表现 他们似乎获得了审查员的信任 所以才能在此会合 这时守卫队长也走进来 正式告知他们通过评估可以加入联盟社区 四人对这个消息感到懵圈 不知该如何反应 接下来他们会由守卫护送到社区参加欢迎仪式 守卫队长挥手敲臂 车厢门再次打开 一个白净的眼镜妹进来询问谁是尤金 尤金呆呆地举起了手 他终于如愿见到了女网友斯蒂芬妮 而达里尔这边也拨开云雾见明月 一行人终于走出地铁隧道 尤金将手枪还给马迹 两人没有说话 但眼神里多了一次相互的理解 小队在黑夜中悄悄赶路 抵达一条公路前 发现两旁全是吊死的尸体 尤金警惕地让众人回头绕路时 一只案件射中了达里尔救回的白胡子 还有一人也被飞刀砍中 众人立刻躲避 只见公路上大咧咧走来一群戴着面具 手持砍刀的黑衣人 他们竟然是连马迹都为之如虎的收割者 至此本集结束 马迹达里尔才出险地又欲强敌 他们能否应付恶民在外的收割者 尼根和马迹能否达成真正的和解 尼根是否能够被团队其他成员真正的接纳 答案只能在之后的剧情里知晓